几年前在系纸公所一楼新成立的七星区联合服务中心 因为在北线升格新北市之后 许多业务都和公所都重复了 所以在上个月服务中心就已经撤除了 但公所也强调所有的服务都不打折 就从仁爱路的这个门进到公所 右手边的这个空间就是原来的七星区联合服务中心 当初在民国97年底成立 当时提供了路边停车缴费 换发驾照行照申请障碍者专用停车位识别证 还有预防走失手链申请等设证服务 让民众不必得周车劳顿的跑到板桥去办理 不过因为升格之后业务重复 所以在上个月已经撤掉 那之前我们公所一楼有个七星这个地区的联合服务中心 那因为升格以后其实很多业务 现在是市府跟公所是一体的 所以很多业务在公所就可以办了 那其实有重叠的现象 所以因此我们跟研考会协商以后 决定把七星社服服务中心把它取消 但是并不会影响各位民众申办业务 完全不会影响 因为在一楼的位置等于是门面 在相关的柜台撤掉之后 闲置着实在可惜 所以公所也打算做一些规划 充分利用这个长行的空间 而在这之前 这个星期刚好是报税倒数计时 为了方便民众报税 先借了一半的柜台做缴税以及收件使用 这两天我们先借给这个国税局使用 那柜台那边民众报税的时候 不必跑到我们十楼国税局 在我们一楼就可以使用 那这样便利民众 那这个服务中心我们未来还会做充分的利用 那可能会是一个展览室 那也可能会是一个休闲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我们自动大楼 同仁们一起讨论 讨论以后会做充分的利用 可以看到原本的七星区联合服务中心 就在一楼的中间位置 方便民众洽办相关的业务 现在位置空了出来 公所也将尽快的规划充分使用 杰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